我的名字叫做朱军龙 我今年十九岁了 只有一份就要去迎来我的大学生活 虽然我个人是对大学生活 不抱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 但迈回我奶奶最大学生活 很有期待 目前为止的生活 就特别符合我理想中的完美生活 小学家 我们的你想象 你来到大厨的 大厨一个礼拜一个年车 这样 大厨的大厨 想象到这个人哪个小孩 医生的感觉 这颗小孩我都需要 那我里面就一踢一踢 隆一堵 小毛这个人还不大个个 我都没有地囊 因为你个小孩真儿竟然 你中国小孩要比远分 你可今在大厨 我这家通知是一个 我现在心里唯一高兴 可今大厨自己要 给你两个人两百块 谁能要敲到那个 学校要学校 学校要学校 这个比较多了 那我经济社 让你比较明晓 每个女儿只要两七块 人家小学小学 你才能够开晓 都你在这儿 我能为难 我把你外国人 我总会要行李 养好 养育高高兴兴 让你中国股一失 当很多人一直在你耳边说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呀 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总会会想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吗 当你想什么地方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去观察更多的事情 当你观察东西多了之后 跟同一人之间的看法 就会有所区别 有所差距 你知道什么 留这把胡子吗 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加 年长一点 我个人认为 其实觉得我们这里本地人 或者说中国人 其实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除了肤色不一样以外 主要学习大家都差不多 而且我朋友也很多 互相之间非常非常聊得来 其实大家差不多 大家都是多不多动的人 以前化妆可能蛮大的 因为我以前吃的蛮多的 但后面没看到了 比较肥 之后吃的就比较傻了 有意义是减少的 红烧肉这三个我觉得蛮多的吧 那个皮上面会有毛你知道吗 哇 完全无法接受 吃了可能会死掉 我以为我心脏病有个肺压 我奶奶有血脏力较高 能吃东西就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 我出去买东西 看他们能吃的话 我会带回来给他们吃 给他看一些电视剧 然后像交代完电脑 交代完手机 给他们感受一下年轻人的世界 我跟他们一起去找家什么概念 大概早上六点半起床 八点睡觉 这是零零后该过的生活吗 简单不是 不带床上他是真的睡不着觉 不是假的睡不着觉 无论他躺下去多久 他会再醒过来一次 我也知道为什么 怎么办到的 我是属于我能理解 但我没办法去说 其实像有些事情侮辱 知道这样子我和他会伤心 但我就不能去表达 有些话我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 我买单是开心的 那我就会很难受吧 他很少对我担心 我很少做坏事 小时候处外 去做一些比较坏坏的事情 或者比较调皮的事 只有我一个被抓住 现在我的话 就属于灾难一个 而且还是肥感两百零以上 除了突然是睡觉以外 我什么事都很规范 我觉得我是模范听见 我一不做坏事 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顶多就是玩电脑 或者看小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 让他好担心的事情 以后的日子差不多就比较平平淡淡 也不用找个特别好的工作 比较平凡一点就好 偶尔会有一两颗石子 来打破一下这个风景 但是其实并不怎么影响大环境 八国人照顾问路来着 说了那什么语言 我听不懂 太快了 好像是一语 似是而非 我一下根就 我都傻了 你知道吗 我又听到几个单词 你听过周记人唱歌吗 差不多那种感觉 最后我弟在我旁边 我弟英文比我好 然后他听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